创世基金会照顾的职务人 一天六餐才足够完整的营养补给 另外白永恩基金会收容的身心障碍者 也需要不间断的公餐服务 大笔经费在石工艺计划的赞助下 终于不用愁 而且2018下半年度 一共有16个社福团体受贿 有这么一笔的赞助款 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及时与一样的 可以让我们的服务继续的持续的下去 赞助我们石工艺这个部分的伙食经费 在这样的一个景气不是这么太好的情况底下 帮助我们这些植物人家庭 照顾弱势族群饮食的权益 是石工艺计划推动初衷 每年进行两次的征建与捐赠 今年更攜手过往合作的50个工艺团体 组成石工艺联盟 各个工艺团体各有各自的强项 我们可以做一些资源分享资源的串接 感谢所有工艺团体的合作 大家才能够众志诚诚的用心成就了每一件好事 基金会成立了10年长期投入各项慈善公益服务 今年更聚焦集团关键能力 希望透过定期的捐助 从吃饱开始让社会更美好 记者彰化综合报道